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萨辛系列的第七集 哈桑三世在他成为阿萨辛的正式统治者之前 他就对外宣布他将是一位回归穆斯林正统教义的统治者 在公元1210年 当哈桑三世成为阿萨辛的第六位统治者之后 他就派他的母亲去卖家进行朝圣 那么在他母亲的朝圣途中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捐助 并且挖掘了很多口的水井 他的母亲得到了当时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 第34任的哈里发纳塞尔的最高规格的礼遇 这种规格之高啊 甚至让当时的花辣子摩王朝 以及当时在叙利亚的当地的人呢 产生了激烈的反对 那么哈桑三世也凭着他的这种政治态度的转变呢 很快就与花辣子摩以及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纳塞尔结成了军事同盟 纳塞尔为了巩固他与阿萨辛哈桑三世之间的战略同盟呢 他甚至立出哈桑三世与当地的 就是逊尼派一个领主的女儿呢结婚 那么这个领主的女儿最后与哈桑三世 他们育有一位儿子 那么他就是阿萨辛的第七位统治者 穆阿默德三世 那么哈桑三世在得到了花辣子摩 还有哈里发纳塞尔的认可并结盟之后呢 他并没有同时得到当时阿萨辛周围的那些逊尼派领主的立即认可 因为他们一直对哈桑三世持有非常严重的怀疑态度 毕竟这些国家之间进行了这个长达一百多年的这种血腥的征战和冲突 那么哈桑三世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进行弥补 比如说在当时阿勒木特堡府定的一座城市叫加治文 那么哈桑三世呢就邀请加治文的很多穆斯林的学者呢 来访问阿勒木特堡并且参观阿勒木特堡的图书馆 哈桑三世并且当众反悔了阿勒木特堡内部所存有的所有那些激进的书籍 同时哈桑三世对外庄重的宣布 从此以后他将与阿萨辛过往历史中所有那些激进的政策和主张一刀两断 那么通过哈桑三世的这种努力呢 慢慢的他与周围的穆斯林逊尼派的政权之间呢也就达成了一种和解 这个时候的哈桑三世呢 他甚至可以离开他的阿萨辛领地到周围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和政权进行旅游啊 参观访问啊 有时候他一次出行就会达到一两年之久 而毫无顾忌 那么像他的这种情况在他前任的阿萨辛的统治者来说呢 那是绝对不敢想象的 那么哈桑三世的这种政策的转变啊 也在叙利亚地区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我们知道早前阿萨辛为了对抗在叙利亚强大了逊尼派的政权呢 他就与当时基督教的那些十字军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来对抗这个逊尼派的这些政权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当哈桑三世进行了这种政策转变之后呢 他就迅速与逊尼派政权的关系达到了这种和解和实现了这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那么同时呢 他与十字军国家的关系呢 却变得开始越来越恶化 也就是说在哈桑三世刚刚登基的那一年 就是一二一零年 当时的十字军国家呢 已经被逊尼派的就是叙利亚逊尼派政权 当时是阿优布王朝呢 给压缩在了地中海沿岸一个狭长的地带 那么尽管如此呢 当时的耶路撒冷亡国也派出了军队 对这个阿萨辛的叙利亚领地发动了突袭 那么到了公元一二一四年 阿萨辛派出了刺客 就刺杀了十字军国家 当时安提亚公国君主的儿子 那么安提亚公国君主作为报复呢 也派出了军队突袭这个叙利亚阿萨辛的领地 那么叙利亚阿萨辛最后是在当时逊尼派的阿勒普的总督 在他的支援之下 他派出了一支军队 才勉强把这个安提亚公国的这个进攻的大军呢给逼退 在哈桑三世统治的这段时期呢 他曾经采取过一项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 就是他与当时就是在阿萨辛西北部的阿塞拜疆的领主叫乌兹拜 他与乌兹拜就结成了联军来共同讨伐阿塞拜疆的一个叛将 叫明库里 哈里发纳塞尔得知了阿萨辛与这个阿塞拜疆结成了联军之后呢 也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加住了联军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呢 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他与伊拉克地区众多的逊尼派领主都结成了军事和政治同盟 那么当这些领主得知哈里发派出了援军之后呢 他们也纷纷派出了军队加入联军 那么这支联军加住的最远的一支队伍是来自于这个叙利亚 那么当联军结战完毕之后呢 就在哈马丹与这个叛军进行了决战 最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叛将明库里呢被斩杀 阿塞拜疆就收回了他所有的领土 那么为了感谢阿萨辛的巨大的支持呢 阿塞拜疆的领主就把两个城市 一个叫阿普黑尔 另一个叫战三就送给了阿萨辛作为感谢 那么这两个城市特别是那个阿普黑尔 他曾经是当年塞尔珠托尔西帝国 进攻阿萨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么当阿塞拜疆领主吴兹拜 收回了这些失落的领土之后呢 最终这些大片的领土最终就辗转来给到了这个 乌兹拜他的兄弟的一个奴隶 叫伊格哈尔米什到了他的手里 那么过了没有几年 这个伊格哈尔米什就再一次叛乱 并且伊格哈尔米什与 当时的花辣子摩就结成了军事同盟 而哈桑三世呢 他派出了阿萨辛的刺客 最终是刺杀了伊格哈尔米什 伊格哈尔米什被刺杀之后呢 阿萨辛与花辣子摩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就转变成了军事对立 而这个时候阿萨辛他在当地的重要的同盟呢 有两个 一个是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纳塞尔 另一个呢 就是阿塞拜疆的领主吴兹拜 而和这个花辣子摩之间的军事同盟呢 他最终反目成仇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物 就是这个哈里发 纳塞尔 我们知道纳塞尔他作为这个阿勒伯帝国 阿巴斯王朝的第34任哈里发呢 他非常清楚的记得当年塞尔入土耳其帝国 削减了这个哈里发的权力 让他只保留宗教领袖这么一个职位 那么幸亏最后随着这个塞尔入帝国的衰落呢 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又恢复了他部分的权力 他绝对不想让这种情况再一次发生 那么当花辣子摩崛起之后呢 哈里发纳塞尔他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他是绝对不会愿意看到这个花辣子摩与阿萨辛绝成同盟的 那么哈里发就努力要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那么从哈桑三世的母亲去卖家朝拜 在那个时候呢哈里发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战略布局和战略行动 那么到了这个时刻呢 他的这种计划最终达成 那么哈桑三世在他统治了十年之后呢 也就是在公元一二二一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因为立即去世了 在他去世之前他就让自己的威吉尔也就是大臣 做他儿子的顾命大臣来辅佐他的儿子 穆罕默德成为阿萨辛未来的统治者 可是非常不幸就是在哈桑三世去世以后没多久 他的遗孀也就是穆罕默德的母亲呢 用毒药就毒杀了这位顾命大臣 穆罕默德最后是在公元一二二一年登基 成为了阿萨辛的第七位统治者 他就是穆罕默德三世 那么穆罕默德三世在登基之后呢 他只是部分保留了哈桑三世 他的这个政策 阿萨辛有很多的政策呢 又回转到原来阿萨辛的那些激进的那些政策和对外策略 那么这个穆罕默德三世呢 他从小就患有忧郁症 那么在当时的医学啊 他就认为这个放血疗法呀 是可以可以这个治疗这个忧郁症的 那么穆罕默德三世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吧 他进行了自我治疗 引起了曾经引起了这个大量的失血 那么也就是在登基前 那么两年以及登基的这一段时间呢 整个的这个波斯地区的政治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造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呢 就是蒙古帝国的大规模的西政 在公元一二一九年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 开始了蒙古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牺牲 那么当蒙古军队开始攻击花辣子摩王朝的时候呢 当时花辣子摩王朝的君主 他叫穆罕默德花辣子摩沙阿 他当时就率领军队逃到了花辣子摩的西部领土 以躲避蒙古人的兵风 当时他的儿子叫扎兰宁 扎兰宁呢就向他父亲请求 说给我一支军队 我去对抗蒙古大军 但是遭到了他父亲的否决 公元一二二零年 蒙古大军攻占了撒马尔汉 成吉思汗随后就派出了大将 哲别和苏普台率军 穷追花辣子摩的这个国军 那么穆罕默德花辣子摩沙阿 就和他的儿子扎兰宁呢 就逃到了离海内部的一座孤岛之上 就在童年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花辣子摩的国军他就病逝了 在他病逝之前呢 就传位给他的儿子扎兰宁 公元一二二一年 扎兰宁就离开了离海的这座孤岛 就返回了波斯 他来到了花辣子摩的旧都 玉龙劫炙 那么他是想把被蒙古所击溃的 花辣子摩的这个各部呢 重新聚拢起来 那么最终呢 他是聚集了一支十万人的大军 并且进军巴鲁湾川 那么这个巴鲁湾川呢 他就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 科布尔的东北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与蒙古军队遭遇并且爆发 最终呢是把蒙古军队给击溃 当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是大感意外 他对这个扎兰丁的这种勇略啊 大表赞赏 并且希望他的儿子们也能够像扎兰丁一样 具有这种勇略 那么成吉思汗随后就 重新集结了蒙古的大军来找这个扎兰丁进行决战 可是这个时候扎兰丁的部下呢 却因为内部的分歧而爆发了 内部的争动 使他的这个军力大为的缩水 这个时候他就不敢与成吉思汗的主力部队在正面相撞 他就开始往这个印度和刘豫开始撤退 最终在印度和刘豫 他就被哲别和苏普台的 统帅的这个军队呢给团团包围 那么经过激战呢 这个扎兰丁是拼死杀开掉血路 最后他是纵马越入这个印度和逃到了印度内部 流亡到了印度 而当时的蒙古人呢也曾经越和要追击这个扎兰丁 可是印度当地这种炎热的气候呢 最终是阻止了蒙古人的继续深入 当蒙古帝国把花辣子摩给击溃之后呢 阿萨新利用这个千载南蒙的机会 就抢夺了不少属于花辣子摩的领土 比如像达巴干 等等很多的城市呢 就并入他自己的领土 同时他还想把这个拉伊给攻克下来 这个拉伊啊就是今天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那么到了公元1224年 蒙古大军撤退 这个时候在印度流亡了三年的扎兰丁呢 就重返了波斯 他重返波斯之后就向哈利发纳塞尔借兵 收复了科尔曼伊斯法汉等等城市 最终呢就率军攻入了阿瑟白疆和格鲁吉亚 抢夺了大片的领土 并且建都大不理事 到这个时候呢花辣子摩国事复阵 那么扎兰丁在他复国之后呢 就用强大的军力来威逼阿萨新 对当时他们抢夺的花辣子摩的这些领土呢 要付出这个贡金 最终呢阿萨新是与花辣子摩又递绝了一个条约 但是这个条约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就再一次被撕毁 而撕毁这个条约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阿萨新收留了两位从扎兰丁处逃亡过来的人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当时阿萨白疆以前的那个领主乌兹外 他的儿子 而另一个人呢就是扎兰丁的兄弟 那么扎兰丁的这个兄弟啊 在扎兰丁在印度流亡那些时间呢 他就是勉强维持了花辣子摩 还残留的那一小块领土 那么当扎兰丁返回来复国之后呢 他就削夺了他这位兄弟所有的权利 让他逼他退居次费 那么他的这位不甘心的这个兄弟呢 最终就叛逃到了阿萨新 当这个扎兰丁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呢 立刻就把阿萨新领土所有对外的联系全部切断 并且派使臣去这个阿勒姆特堡 去指责穆罕默德三世 说他背蒙契约 而这个穆罕默德三世呢 也面无俱色 他指责扎兰丁截留了阿萨新 从库西斯坦往阿勒姆特堡 所运送的这个资金 这个时候啊 这个花辣子摩王朝啊 他的实力呢 比阿萨新要强大很多倍 可是穆罕默德三世 这个时候是毫无拘色 为什么 因为这个蒙古帝国 还有阿巴斯王朝的哈利发 纳塞尔与他站在了一处 因为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花辣子摩的扎兰丁 那么当扎兰丁这次复国以后呢 他的这种穷兵独武 特别是他攻陷阿萨拜疆 和格鲁基亚的这个行为呢 就在当时逊尼派的这个事件 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到这个时候呢 扎兰丁实际上就已经变得 非常非常的孤立 后来当摩古台汉 他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可汉之后呢 他就派巴都率军直接攻击 这个花辣子摩的这个首都大布里市 同时派卓尔玛汉率领另一支军队呢 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时来攻击这个花辣子摩 得到消息的扎兰丁呢 是大惊失色 他就仓皇率领他的军队呢 就开始躲避这个蒙古人 最终他的军队啊 是在俄尔布尔什山 被蒙古大军给坠上 团团包围 一场大战之后呢 这个扎兰丁遭到了惨败 到公元1231年的时候 扎兰丁被人刺杀身亡 花辣子摩王朝灭亡 那么花辣子摩王朝灭亡之后呢 阿萨辛呢 就想填补花辣子摩在波斯地区 所留下来的这一巨大的真空 但是阿萨辛所没有想到的就是 他的这个主张和战略呢 很快就使他变成了蒙古帝国 下一次大规模戏争的主要攻击目标 那么到了扎兰丁死亡 七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1238年的时候 阿萨辛的统治者 就是穆罕默德三世呢 他向逊尼派的这些政权 还有向基督教的那些实军国家派出了特使 就要求与他们结成联盟 来共同对抗蒙古人的入侵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就是 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和实军国家呢 也正在与蒙古人进行协商 他们也想联合起来 来共同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穆斯林事件 所以说这个阿萨辛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三世 他的这一个战略设想呢 就完全没有可能实现 那么关于这一段历史呢 在我制作的另外两个系列节目 一个是基督教中国史漫谈 另一个是漫谈十字军东征系列的 相关技术中呢 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叙述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欢迎您一部观看 那么到了公元1251年的时候 蒙哥就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可汉 蒙哥成为蒙古帝国可汉之后呢 他就提出来 他要同时在两个方向上 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机攻 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方向 而另一个方向就是西征 那么对中国方向呢 蒙哥汉说他要亲自统领 来攻击当时中国的南宋 而西部方向呢 他则委任他的兄弟 也就是序列屋由他来通领 来进行这个蒙古帝国第三次大规模的西征 而这个序列屋啊 他就是蒙古帝国四大汉国之一的 伊尔汉国的开国君主 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 就是在沃克台汉时期 他派的那个巴都 来攻击这个花辣子摩的都城大布里士 那个巴都呢 他是当时成吉思汉的长子 庶翅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那么这个巴都呢 也是当时蒙古帝国四大汉国之一的 清插汉国 有的地方也叫金帐汉国 他是这个清插汉国的开国君主 公元一二五三年七月 西征大军的统帅序列屋呢 就命令他手下的大将截帝国发 统帅一万两千蒙古骑士 作为前锋 首先出发 那么他自己则在第二年的十月 通领主力部队寄进 那么这个时候 蒙古大军就通过今天中国新疆 进入了杜厥斯坦 最后攻占了萨马尔汉 最终是涌入了波斯地区 那么当蒙古大军到来之后呢 在当时的波斯还有高加索地区的 逊尼派的领主呢 纷纷的是开诚投降 那么杰蒂布华统帅的这支前锋部队 进入到波斯之后呢 虽然他统帅的军队只有一万两千名 蒙古骑士嘛 并不具有这个压倒性的这个军事实力 可是蒙古人经过这长年的征战 他所积累的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啊 使杰蒂布华认为 他拥有足够强大的这个进攻实力 他呢就想在他的主帅序列乌到来之前 占领尽可能多的这个阿萨新的领土 当杰蒂布华的前锋到达了波斯之后呢 就对阿萨新的所有的领地 从鲁道巴尔吉兰一直到库西斯坦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可是非常不幸 杰蒂布华他的一位部将在攻击这个格德库赫城堡的时候呢 遭到了惨败 这个时候杰蒂布华就不得不调整了他的这个军事战略 由全面进攻呢 改为了这个主要是进攻格德库赫 要先把格德库赫给拿下来 而正在这个时候 格德库赫的这个阿萨新守军内部呢 也爆发了一场瘟疫 那么在这双重的打击之下的格德库赫是摇摇欲坠 可是就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穆罕默德三世所派出的一支援军呢 就突破了蒙古军队的防线 进到了格德库赫的城内 是格德库赫的防守再一次稳固下来 从这一点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杰蒂布华他的这个军队的数量和实力 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他都无力阻止这支援军的突破 那么到这个时候 杰蒂布华看到格德库赫已经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攻占之后呢 他就再一次改变了他的这个军事战略 就把进攻的重点由格德库赫改到了库西斯坦 最后蒙古大军是攻占了在库西斯坦的一个城市叫土恩 可是在土恩被蒙古人攻占没有多久呢 阿萨辛就再一次把土恩给强行为为夺了回来 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呢 这个阿萨辛与蒙古大军接地不化的这支前锋部队就处于这种 这种拳崖交错的这种拉锯战 这个时候杰蒂布华实际上已经是 进退两难的处于进退两难的这么一种地步了 在当时那个时代 特别是波斯地区啊高加索地区啊 当时的那些城堡领主 他们都很难不大敢去对抗蒙古大军 蒙古大军来了之后 大部分他们的选择是开城投降 因为一旦他们进行抵抗 城堡之后蒙古人就会实行 极其野蛮和血腥的这种屠城 而这个阿萨辛呢 在穆罕默德三世的领导之下 他不仅向蒙古人说不 甚至还成功地抵御住了蒙古人的第一波的进攻 这在当时来说 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可是就在这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呢 穆罕默德三世他的那个优异症再一次发作 就是他没有能力去继续领导阿萨辛 对抗蒙古人的这场战争 而他的儿子叫库尔沙赫 库尔沙赫他当时非常害怕他的这个严厉的父亲 他甚至有一段时间想打算呢 就是潜逃到叙利亚阿萨辛 或者是在这个鲁德巴尔地区选择一个城堡 藏在那个地方来躲避他的父亲 他不想见他 可是这个时候他父亲身边的几位众人啊 就告诉这个库尔沙赫 就说他的父亲这时候病重 已经无力领导阿萨辛与蒙古人的战争 希望他呢能够接管他父亲的部分权利 来领导阿萨辛对抗蒙古人 于是这个库尔沙赫呢 就放弃了外逃的这种计划 又过了不久呢 穆罕默的三世就被一个人叫哈桑马赞德兰尼呢 被他在睡觉的时候给刺杀了 那么有一些律师学家就认为 这个马赞德兰尼的这次刺杀行动呢 是得到了库尔沙赫的默许 而另一些律师学家就认为这是坚决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哈桑马赞德兰尼呢 最终是被全家处决 库尔沙赫这个时候就从他附近的手中 就接过了阿萨辛所有的权力 成为了阿萨辛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统治者 那么也就是在与此同时呢 叙烈乌所统帅的蒙古帝国的大军 就涌进了哥斯地区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也欢迎您点赞和订阅本频道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本频道